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官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頻道 大家記得要趕快按訂閱 請教一下觀念醫師 一到秋冬事實上心血管的患者案例也會增加 那芹菜或者是清算 都是高血壓的患者當中 可以攝取的食材 對 其實剛剛周太醫就有提到 關於高血壓的部分 我們知道芹菜其實他 剛剛兩位醫師王醫師跟周醫師都有提到 說他膳食纖維很足夠 那同時甲醫質也比較高 所以其實對血壓是非常好的食材 那血壓到底重不重要 這個其實我們案例分享過很多 那我再分享一個也是最近的案例 一個才四十多歲 其實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一個男性 他是怎麼樣 他是一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工作到一半 他是類似電子工程師 在做辦公室打電腦的 做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發現他講話講不清楚 他要跟同事拿東西 他就講說 類似這樣 突然講不清楚 然後他整個有點嚇到 然後他去喝一點水 稍微休息一下之後 大概可能差不多半小時左右 有好一點 可是當然這個情況 任何人看到都會嚇一跳 所以他趕快就去醫院 他到醫院的時候 其實已經幾乎快要恢復正常 可是因為他這個症狀 敘述實在太像中風了 所以急診醫師 趕快幫他排一系列檢查 看起來是沒有看到很明顯的初學 或者是些腦中風的痕跡 但是症狀來看 就是一個小中風 小中風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板子 其實中風有分所謂的小中風大中風 但其實基本上 對專業醫師來講 都都算中風 其實都是中風 小中風也是中風 只是他塞的血管是比較小條 他有可能在二十四小時內自己恢復 但其實症狀其實都差不多 包含口齒不清 甚至半邊無力 嘴外眼血 手腳麻木等等 那小中風等於是有點像是 老天給你警訊 就是說先給你一個預知 說你要考好注意你的身體了 不然將來大中風來 那是無法恢復的狀況 所以後來這個先生 我們確定他是小中風之後 將來要查他什麼原因引起 就在醫院一量 他的血壓是兩百多 超過兩百 那後來我們去問他之後 他說他在家裡都是一百多 一百 我說一百多多多少 他說一百八 代表他其實自己都知道 他血壓高 可是他沒有認真去面對這個事情 那還好 這次小中風都讓他真的 徹底去面對這個高血壓 這個危險 所以後來藥物控制之後 目前血壓都維持得不錯 那希望就是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所以大家記得血壓還是很重要 多吃芹菜是可以控制血壓 冠任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這個多攝取蔬菜水果 對於膽固醇偏高的觀眾朋友來講 是可以稍微調養 那一般來講 觀眾朋友看膽固醇的時候 常常看高密度的膽固醇 也看低密度的膽固醇 事實上低密度的膽固醇 如果過高的話 也會引發腦中風或者心血管的疾病 這個蔬果類的芹菜 其實對血脂方面也會有一些幫忙 所以其實血脂又對我們心血管 是一個很重要的效果 所以為什麼常說吃芹菜 可以保護心臟 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 那血脂到底重不重要呢 我也是舉一個最近的案例 一個四十出頭的男性 他算是這個怎麼講 這個算是好男人 居家好男人 為什麼不醃不酒 沒有高血壓 沒有糖尿病 平時固定去慢跑 沒有什麼症狀 又身形瘦瘦帥帥的 所以理論上來講 他不太像是心臟科的病人 但是為什麼他後來來心臟科 就是因為他覺得 因為他固定會去慢跑 甚至有時候還去跑馬拉松 他覺得最近這半年來 他去跑步的時候 就覺得不太對勁 以往他可以跑的距離 現在縮短 而且跑一跑會容易覺得會喘昏悶 心臟科之後做了一系列檢查 發現那個血管 真的是有明顯的異常 我們心臟有三條血管 那三條血管 幾乎都完全塞住 一個平常在運動的人 沒有高血壓 他沒有糖尿病 那他也很驚訝 我們也很驚訝 後來去幫他做細部的分析 發現他的血脂 真的是過高 就像剛剛林冠傑講的 他的低密度膽固醇 一般大家如果在診所 或者醫院看 正常值都會寫 小於一百或一百三 一般是一百三 他的低密度膽固醇 大概就已經超過兩百以上 兩百二到兩百五之間 後來去分析來講 他可能是有家族性的高膽固醇血症 這個事實上有些人有 我最年輕的案例有二十歲的 他膽固醇就這麼高了 那就是遺傳因子的 但是很多人會問我說 遺傳那就沒辦法 遺傳老天給我的 我就說對 可是老天不會因為你是遺傳 就不找你麻煩 他不會說你兩百多 你是遺傳那算了 跳過你好了 那就下一個 他是自己沒有購買吃了 去弄死他好了 小天不會這樣 他就看你指數多高 該出事就出事 所以我說你遺傳沒有錯 那就你比較衰 你就是要控制好 所以後來這個先生 他四十幾歲平常運動 他最後去開刀 開繞道手術 因為他三條血管都塞得很嚴重 這告訴我們 其實膽固醇真的非常重要 所以三高 不要說兩高沒有 你忽略了第三高 第三高還是要好好控制 那這裡給大家分享 這其實之前在節目也分享過 這是我們臺灣心臟學會 就是心臟科醫師的大會 制定出來的 目前最新的 就是你如果有這些疾病的話 你的低密度膽固醇 應該要控制在多少 那另外回答一個問題 很多人問說 那高密度膽固醇 不用管他嗎 高密度膽固醇就是我們俗稱好的膽固醇 膽固醇是這個好膽固醇 要越高越好沒有錯 問題是目前沒有什麼藥物 可以很好的增加好膽固醇 目前只有認為說可以多運動 然後吃一些像這個輕微的藥物 可能有幫忙 但是影響都很少 所以退而求其次 我們目前要幾乎都是可以很有效的 這樣壞膽固醇 至少把壞的減少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這個很多數字 很多疾病 但大家記得 你只要有跟心臟有關的 起碼壞膽固醇要降到70以下 簡單講就這樣 如果跟心臟無關的 像這邊有提到糖尿病 或者腦中風 這些跟心臟沒有直接關係的 都是100為準 只要任何有牽扯到心血管疾病 什麼冠狀動脈 心血管都是至少要70以下 簡單計就是這樣 所以即便很多人 大家說診所標準都寫130對不對 你會說為什麼我明明130 我120醫生還叫我吃藥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 可能你就是有這些疾病 所以對你來講130還是太高 你可能要控制在100甚至70以下 所以醫生不是為了那個 有些人說賺那個藥錢 什麼樣明明都正常還在吃藥 不是 醫生是怕你10年後要找他來放支架 雖然說醫師當你來放支架 醫師是很開心的 不是啦 開玩笑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你不要來放 所以把你控制好 這樣不用產生未來的事情 其實我們比較放心 那這個冠任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心血管有很多沉默的殺手 其中之一是血栓 血栓我就先分享一個案例好了 一個30歲的女性也是非常年輕 那她很少我們會這麼年輕患者來看心臟科 那來看心臟科原因是什麼 她這幾天發現她的右腳跟左腳大小不一樣 右腳在最近一個禮拜突然脹起來 是突然間突然腫脹 而且兩隻腳明顯差很多 那她還好她這個年輕人都會做功課 她上網查她怕是所謂的下肢靜脈血栓 所以來心臟科 後來我們幫她做一系列檢查 包含兩側兩條腿圍確實差很多 另外一個重點是去做這個 先抽血 抽一些血栓指數確實高 最後一個重點是有做超音波 超音波看來真的右腳的血管被堵住了 真的是有血塊在那邊 所以確定是一個血栓造成的靜脈栓塞 那什麼叫血栓造成靜脈栓塞 這個圖大家講那麼多中文 大家可能看圖比較瞭解 腳我們腳有動脈跟靜脈 簡單講動脈就從心臟往外打 靜脈是回流了 所以靜脈就是北上 那動脈是南下 南下列車 它是北上的 所以靜脈栓塞是指它往回 往回來的路上出現阻塞 所以有的時候當我們人 有時候太久沒有活動 或者是本身有腫瘤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老化開刀之後等等 一些特殊原因會導致你的靜脈 血塊比較不容易流通 不容易流通久之後 它那些血小板 或者是紅血球會累積成一團 累積成一團之後 它就會卡住血管 那大家想如果是靜脈三塞 我剛有提到 靜脈是從遠端回到心臟 所以譬如說你大腿 如果靜脈塞住的話 你小腿的血回不來 小腿就會脹起來 就像台中塞車 如果是北上的 北上國道 台中塞車 那會往下難 難回賭 賭到髒化 或者是更難的地方 類似的道理 所以後來我們就去 幫它做這個處理 就是幫它吃一些 抗瘍血劑藥物 但重點是 為什麼它會發作 因為這麼年輕的女生 我們查過沒有腫瘤 沒有其他的問題 其實最主要還是 我剛講的第一個 就是太久沒有活動 他的職業是跪節 他可能一天就要 站在那個櫃臺 站了很久 最多只能去隔壁 櫃臺拿貨幹嘛的 就走回來 所以一整天 幾乎腳沒有太大的活動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靜脈血栓 很容易引起的 這個危險因子 所以還是要跟大家講 要火就是要動 所以不管說 你的工作是多麼 這個固定在某個位置上 你還是要有空的時間 還是起來走一走 比較不會發生 那種靜脈血栓的問題